大喊我是台灣人獲得滿堂喝彩 總統參與文國慶演講把台灣推向世界 勇敢堅定 自信地站在世界的舞台上 讓台灣成為世界的台灣 更要給世界一個更好的台灣 國慶演說向世界展現台灣的價值 三連新聞獨家掌握兩個禮拜前 總統聽取陳明通針對國際和中國局勢報告 很快決定講稿主軸 除了要向北京宣告我方捍衛主權決心 也向世界展現台灣存在價值 總統找來顧力雄 王美花 邱國正 郭明星等官員 慧及國安 經濟 國防 國發等四大單位 共商國慶演說內容 不再只是總統文膽小圈圈決定 而是整個政府團隊 今年國慶講稿兩週內敲定 是總統任期六年來最快的一次 我們用行動告訴全世界 台灣會挑起自我防衛的責任 半導體製造聚集在台灣 不會是風險 而是全球半導體布局的關鍵之要 讓護國神山的全球地位更新重要 特別提到護國神山 總統首度針對半導體供應鏈重組 向國際傳達清楚訊息 演說中提到四大韧性 源自總統今年520就職演說的 親筆手稿 國慶談話藏五大關鍵字 包含韌性以及穩健態度處理兩岸關係 但立場堅定 民主對外定位台灣 科技部分台灣是全球供應鏈重組 可信賴的安全夥伴 最後就是台灣 維護台灣的安全 就是維護區域穩定跟民主價值 一旦台灣的民主自由被摧毀 將是世界民主陣營的重大的挫敗 總統穩健強刃 破除極權國家的新常態框架 也向全球宣告台灣是世界的台灣 尊敬請王家浩 永遠不會SNG小組 台北報導 好的